各位老铁 666 今天互税量是成交量666616 位难道一见啊这么巧的一件事情 那你会说 要跟你咋心情那么好呢 首先第一个 感谢这两天我不知道是谁去做的这个股票啊 传言说是大资金咱们也不能够忘加评论 但是从这个交易结果上来讲 确实应该散户和机构不会那样子去做 做得太明显了 昨天那波互升300 长方形式的成交放量 今天互升300又出现了 这种正方形式的成交放量 我觉得这两波放量 至少让这个市场充满了一点生机了吧 前段时间聊股票 咱们都是非常消沉的 这两天尽管也没出现什么机会 也不至于说谁又回本 回了多少赚钱了 没有 但是好歹你感觉股市有人管了 终于有人在开始为咱们股民 真金白银着想了 之前整的锣鼓先天的 什么汇金入市5个亿 之前什么上市公司 回购锣鼓先天的5000万 然后你看到这两天 最后你看前天的时候 互升300应该是放了50个亿的量 昨天是放了100来个亿的量 今天又干了5到70个亿的量 所以我就讲是真金白银的 在关照咱们了 这是一件好事 当然还没有激活资金 毕竟久病成疾 那不是说一两天就能够激活得了的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让大家康复信心 只是说开了一个头了吧 希望这个周末期间能够出来一些好的消息 然后让下周 我们这些散户投资者朋友们 我们机构投资者们给一个理由都能够进场 跟着大资金一起来做一做 可能把成交量放到8000来个亿的时候 市航金它就完全就好起来了呢 这是我的美好的愿景 当然在此只能祝周末愉快了 如果说这个周末又没有啥利好 连个传言都没有 连个这个蛊惑大家入场的东西都没有的话 哎呀我估摸着吧 下周还是就只能看大哥的态度了 所以期待周末有好东西吧 这是第一个点啊 第二个点就是针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朋友们 我们现在仍旧是在多看少动的这个时间窗口当中的 你即便是动了也没有太多机会 如果前两天被我勾引进场干了互生300的 你说他能赚到多少钱呢 可能运气好能赚点运气差 没准还这个在盘中哪个低位出了的话 他没准还亏钱呢 是吧 所以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说是处地的是说这波短线真是不容易的 所以而且挑的还是互生300 当红辣子机 辣子金就做这个呢 就不容易 所以针对大部分朋友们而言 人就还是我们以观望为主 以空仓为主 以多看少动为主 然后如果你的股票扛贴 我们还可以接着 别说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那股票还真扛贴 大家都开始有点不幸了 要跟你买的啥那么扛贴呀 真的扛贴 这周完了之后我又是亏可能八到九个百分点左右吧 就一直都在10%左右的亏损来进行震荡 所以我说我能够熬能够扛贴的前提是因为 选择股票在目前市场的时候还真的是能熬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也可以一起熬熬到春节前后应该会有一些行情的变化 如果说你的不能熬你的一来就亏很多反弹也不带你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还不如空仓的空了仓之后等到也是春节前后 咱们再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一点点的变化仅仅只是一个开头 而且这个头开完了之后 下一步能不能激活市场的跟风情绪 信息能否重新建立 这还得打个问号呢 所以继续空仓继续多看手动吧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真的祝大家周末愉快